2012年五一 九华山朝拜前的准备 先送十部地藏经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今年五一 我们将三不一拜这条长路 忏悔 感恩 祝福 让我们的愿力 慈悲 清静 感恩铺满这条朝圣的路 法华团决定了五一要去九华山朝拜地藏菩萨 现在就早早地通知了 很多师兄去上海那里报名 提前报名 其实是个愿力 这个愿力可以得到功德 很多人害怕去不了 这其实是一种障碍 一种业障 我们学佛要有绝对的信心 能升起信心时 业障就消除很多了 所以 我建议大家提前报名 这个报名啊 也是仲下上根 恩 告诉自己 我要去现地藏菩萨了 你看 世界上能有比现菩萨 去菩萨的家 更重要的事情吗 这是轮回路上的解脱因啊 上次普音师姐来观音寺 很赞叹上海的组织能力 为了捧场 他决定了要鼓动一批人去 离五一还有四十多天 为什么要这么早通知呢 要做前期的准 这个准备 就是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希望 我们去九华山前 每个人都能送完十部以上的地藏经 然后到九华山去回向 九华山座位的藏菩萨的硬化道场 有地藏菩萨的加持力 龙天护法的加持力 高僧大德的加持力 还有信众心中的信仰度的加持力 所以 能去九华山 我们就是去地藏菩萨的家 去感谢地藏菩萨的加持 聆听地藏菩萨的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九华山 拜地藏菩萨的原因了 我们人死了以后 如果没有到天上 或者到极乐世界 就会到阎罗王那里去报道 黑白无常来抓 到天上的 会感召到天人来迎接 到极乐世界的 也是到阿弥陀佛来迎接 下地狱的 直接到了地狱 纳摩做人 做鬼 做畜生的 都要经过阎罗王审判 过奈何桥 喝孟婆汤 你说奈何桥是真的 还是假的呢 我们觉得这个人间是真的 纳摩奈何桥 地府 也是真的 我们觉得人间是假的 奈何桥 地府也是假的 这是必然的 所以 在医院上班的人 经常会看到黑白无常来抓病人 就知道病人快不行了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 地狱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呀 不要以为是假的 我们凡夫植住人间是真的 纳摩地狱也就是真的呀 所以地狱中有地藏菩萨在解救 仍然是真的 没有地藏菩萨 很多对狱的众生 是出不来的 为什么 因为地狱的众生 莫有光明 内心支柱很重 加上恶业感召的恶果 纳摩地藏菩萨是如何来救他呢 就是通过地藏菩萨的光明 看到了光明 就解脱了 九华山的威力有多大 去一趟九华山 可以免离得欲知苦 而且我们去拜地藏菩萨 要照请伤害的冤亲债主一起去朝拜 一起种上根 一起解脱 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很多人事业不顺利 或者感情不顺利 都是有业障在干扰 什么叫做业障 就是我们伤害的众生 他们以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在干扰我们 纳摩地藏菩萨的威德 就是让他们得到解脱 他们解脱了 我们干扰就少了 自然就清静了 有家庭的重重不顺利 尤其是夫妻之间 容易吵架的 要反省一下 很多都是业障在干扰 我们人是一种磁场 那些冤亲债主 也是一种磁场 如果他们磁场很旺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干扰 被干扰 就容易出事 很多杀人犯 或者喜欢网赌场跑 往黄色场所呀 KTV这些地方跑的 都是受到了这些磁场的干扰 自己根本控制不住 而之所以他们能干扰到我们 第一 正气不足 心念不正 动了邪念 比如说起了他念的 就容易去赌场 或者去做传销 动了淫欲念 会一直看黄色的东西 或者去黄色场所 这些都是心念不正 受到另一种力量干扰的结果 所以 学地藏经 最起码的 就是要心念很正 第二个 要求地藏菩萨加持 不要让那些不好磁场的靠近 送地藏经时要恭敬 送完了以后请的藏菩萨帮忙清场 好好护持 保持正念 这样很好 希望大家能把十部的地藏经送完 然后祈求地藏菩萨加持 朝拜圆满 业障清静 冤亲债主都能早日解脱 累生累世的父母都能出离苦海 我们的过去父母啊 他们很多都在恶道中 莫有解脱 听闻不到佛法 所以很可怜 现在学佛了 他们很高兴 我们要好好努力 也让他们同沾法喜呀 能发起地藏菩萨的愿 真的是了不得的 这样每个看到我们的人 都能解脱 更何况我们累生累世的父母 我一会放充为 不得了 我一会放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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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有 主要 但 是 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